你是不是很困惑,在家里怎么能炸出比肯德基还要好吃的脆皮炸鸡,那就一起来看看吧 其实炸鸡一直都想做,只是说一直没有能够打动我的做法,直到我学习了大神的做法之后,我决定试一下 这是我买的去骨的鞭腿和鸡翅,鞭腿就是那个鸡腿连着鸡胸的一部分 因为我觉得去骨有点麻烦,我就让老板直接把那个骨头给我去掉了,回来我再自己处理 我把那个肉都给你洗了,洗了之后一定要给它就是沥干水分 沥干水分之后,再用厨房纸给它擦干 咱们先来做鸡翅的第一个配方,把这个清水、砂糖、盐、蚝油都加到一个碗里 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倒入咱们处理好的鸡翅中 用这种浸泡式的腌制方式,一定要把鸡肉的水分给擦干 也就是说,如果鸡肉比较干净的话,你可以不用给它洗 如果说你洗了,它的里面还有水分没有擦干的话 你腌制的时候,它产生了那个渗透压反应 就不能把里面的血水给渗出来 接下来咱们来做鸡翅爱好的腌制 把牛奶、咖喱粉、盐、胡椒粉、生姜泥、蒜泥 给它放到一个碗里搅匀 搅匀之后,再给它倒入咱们处理好的鸡翅里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咱们用的咖喱粉跟平时做咖喱牛腩的那个咖喱块是不一样的 那个咖喱块是经过奶油之类的加工过的咖喱 这个咖喱是没有加工过的 这个咖喱其实就是咱们平时用的花椒、八角、什么小茴香之类的那些香料 相当于那些香料给它磨成粉 这个粉的一个,就是这些综合的粉类 它在这个腌制鸡肉的过程中主要起到一个是去腥提香的作用 就是有一种复合的特别美妙的香味 吃起来不会是那种很重的那种咖喱饭的咖喱味 所以这里就会给你一个思路 就是假如说你买不到咖喱粉的话 你可以把家里的这些类似的什么八角呀 小茴香呀之类的这些香料 可以按这个咖喱粉的这个配比放到里头 腌制去骨鸡腿肉之前 咱们先把这个肉给处理一下 把它上面这个比较难咬的筋给去掉 再把上面的油脂去掉 因为这个油脂会影响口感 然后把它切成六块 然后把砂糖 鸡精 胡椒粉 咖喱粉 新奥尔良腌料 大蒜粉 都加入到这个鸡肉里头 给它揉搓均匀之后 然后盖上保鲜膜 接下来腌制 去骨鸡腿爱好 把牛奶 咖喱粉 盐 糖 辣椒粉 黑胡椒粉 给它混合均匀 然后倒入咱们处理好的去骨鸡腿肉里 把刚才咱们腌好的所有的鸡翅和鸡腿 都给它放到冰箱 至少要冷藏六个小时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过夜 第二天用也行 接下来咱们做炸鸡用的炸粉 把中筋粉 土豆淀粉 玉米淀粉 全汁奶粉 都给它放到一个大盆里 用中筋粉是因为中筋粉炸出来是酥脆的 如果你用的是低筋粉 它炸出来是硬脆 用土豆淀粉和玉米淀粉相搭配 是因为土豆淀粉的吸水性稍微差一点 它炸出来的东西的酥脆度 保持的时间稍微短一些 然后把牛肉粉 盐 黑胡椒粉 味精 大蒜粉 洋葱粉 都给它放到这个研磨机里 给它研磨成细末 这个牛肉粉是韩国大喜大品牌的 这里的所有配料 只要在大致的配比不出错的情况下 个别一克两克的那种调料 如果说你实在没有的话 那你可以灵活发挥 也不影响你在家里能做出相对好吃的炸鸡 但是如果说你把所有的调料都用上了 而且你炸的时候火候把握的不错的话 那你可能就能炸出来特别一流的炸鸡 把刚才研磨好的那些配料 倒入那些中筋粉那个大盆里 然后用手动打蛋器搅 因为这个手动打蛋器能够搅得稍微均匀一些 如果没有的话 你用手扑朗扑朗搅匀也行 搅匀之后需要把这个粉类给它过筛两到三次 因为每一个好吃的东西 它一定是对细节的把控 过筛完之后 我发现这个牛肉粉的颗粒还是很大 也就是说给它研磨了个寂寞 然后咱们把这个牛肉粉用擀面杖给它再擀细一点 再进行第二次过筛 第二次过筛完还是寂寞 就这样吧 咱们把它放进去 能不能融合就看它的造化了 这里想说的就是 这个粉为什么没有 就是说研磨的很细 就是因为我用的那个研磨碑 可能里面放的量比较少 如果说你制作的量比较大的话 你想让它研磨的更好一点 你可以把其他的粉类多填充进去 辅助一块把它研磨出来 这个炸粉最好是提前一天给它准备好 然后密封让它熟成 第二天再用效果更佳 接下来咱们做炸鸡面糊 就是把刚才准备好的炸粉里加入清水给它混合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炸鸡面糊最好是在你开始炸之前才把它做好 因为这个炸粉遇到水就开始变得筋倒 也就是说它开始慢慢失去它的酥脆度 所以说炸鸡面糊不要一次做的太多 你可以比如说炸完一部分面糊了 然后你再和点面糊再炸 接下来咱们做一个低脂又美味的沙拉酱 这个沙拉酱呢 我之前在肉松小贝那期分享过一个 就是跟外面卖的沙拉酱一样的那种 就是油特别多的版本 这个沙拉酱它的油比较少 而且它吃起来不腻特别的清新 在一个小碗里打入两个鸡蛋 加入牛奶 柠檬汁 没有柠檬汁的话可以用白醋代替 再加入砂糖 玉米淀粉 椰子油 没有椰子油的话可以用玉米油代替 把所有的材料给它混合 过筛到小锅里 然后把小锅放到这个火上 开小火 同时用手动打蛋器搅拌 一边搅着它就逐渐的慢慢的变得浓稠了 你感觉它这个特别浓稠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放凉之后 就是咱们要的低脂沙拉酱 找一个洋气的瓶子给它装起来 要不然可能就白做了 在这个沙拉酱的基础上 咱们做一个千岛酱 在一个小碗里挤入沙拉酱 番茄酱 白糖 柠檬汁 洋葱 如果说你有酸黄瓜的话 也可以加点 搅拌均匀之后就是口味迷人的千岛酱 在这个沙拉酱的基础上 再来做一个蜂蜜芥末酱 因为我没有那个黄芥末酱 所以我就用家里平时吃饭会用到那个家用的芥末条 来调了一个配比 但是我在结尾的配方里 会给到你就是用黄芥末酱做的标准的蜂蜜芥末酱的那个配方 在一个小碗里挤入沙拉酱 蜂蜜 柠檬汁 加用芥末条 然后把它们混合就OK了 这是我昨天晚上腌好的鸡 然后咱们把它拿出来 把这些浸泡在溶液里的鸡肉 要给它沥干水分之后 再裹面糊去炸 把这个鸡块你可以放到这个面糊里 给它裹上面糊 但注意的是面糊不要裹的太多了 要不然炸出来那个面糊特别厚不太好吃 所以你在炸之前可以加起一块鸡块 在盆边稍微抖一抖 把那个多余的面糊给它抖下来 就是说它需要粘的是一层薄薄的面糊 越薄越好 把裹好面糊的鸡块给它放到炸粉里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麒麟的方式 用面粉去粘这个鸡块 注意的是不是用手直接去接触到鸡块的 还是通过面粉这个媒介 反复把这个面粉和鸡块来回整个 拨冷十来下 让这个鸡块沾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然后拿起一个鸡块 轻轻的捏住一个位置 中心点 或者说如果是鸡腿的话 你就捏住鸡腿的尾巴就行了 然后在盆边这样轻轻的抖几下 它就起鳞片了 你需要注意的是 你在盆边抖的时候 那个盆是抖的是你的手 不是抖的是鸡块 通过手的震动传递到这个鸡块上 把上面的散粉去掉 它的鳞片自然就有了 油炸的温度控制在160度到165度之间 但是说句老实话 家庭炸的话 那个温控总是不太准确 如果说你可以买一个 就是能调整温控的那个锅 还是比较好的 你下进去之后 如果说下的比较少的话 那你就用最小火 如果说下的比较多的话 那你可能得立马给它把温度提上来 也就是说 你尽量在油炸的过程中 它的温度保持在160度到165度之间 如果说温度低了 你就给它升温 温度高了 你就降温 你把火调到最小了 发现温度还是很高 那你就把火关了 哎呀 反正这个就是一个令人特别头疼的过程 我因为又要拍 又要关注那个温控 然后又要翻 整个过程整得手忙脚乱的 刚放进去大约30秒钟左右的时间 你是不要动它的 因为此刻它特别的脆弱 等它轻轻有了硬的外壳的话 如果你觉得粘的话 可以稍微给它拨浪两下 这个鸡块要炸个六分钟左右 大约炸个两分钟左右 你可以用这个罩里把它捞出来 让跟上面的空气接触一下 这样它会变得更酥脆 或者说它维持酥脆度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因为这是商用的做法 商用一般避免复杂浪费时间 它们不是有那个长方形的那个滤网吗 就那滤网就比咱这个操作方便 它整个在滤网里炸 然后湿不湿的把滤网给捞出来 跟空气接触一下 也就是说如果炸个六分钟的话 中间可能每隔两分钟 你都把它捞出来 跟空气接触一下 当然如果说你不做这一步工作也可以 这只是一个细节 到底炸多长时间呢 给一个大致的参考 这个五股鸡块大约是炸六分钟 这个鸡翅大约是炸七分钟 如果是那种比较厚的鸡腿的话 你记得在腌制的时候在鸡腿上要划上两刀 大约是炸个十二分钟 关于复炸的事情 就是说你今天吃多少 那你就复炸多少 如果说你今天这一部分吃不完 那你就这一部分不要复炸 给它放到冰箱去冷冻 等你吃的时候解冻了 再去复炸 关于复炸的温度就是180度 也就是说180度的时候 把这个鸡肉放到里头 给它复炸个半分钟到一分钟左右 反正你看着不要给它炸焦了就行 怎么判断有没有炸熟呢 就是你看一下 如果说它飘在上面了 这时候就炸好了 你可以立刻把它捞出来 然后需要复炸的时候再复炸 如果说它飘在上面 时间稍微长一点 那可能就炸得有点过头了 因为我自己用的是菜籽油 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深 所以它有没有飘在上头 有时候看不清楚 所以说炸的时候不建议用 像菜籽油颜色这么深的油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 你把鸡肉从锅里捞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记得把那个油 稍微再给它多抖揉几下 把那个油尽量给它抖揉下来 因为这个油残留在上头 比较多的话 它就容易让那个外面那个皮不脆了 把捞出来的鸡肉 给它放到滤网上 让多余的油给它流下来 你看一下 这个灵起的怎么样 它脆不脆 它但凡有一点做的不好 那肯定是因为我 温控的技术不行 也就是说 我可能缺一个温控更好的锅 在这方面需要更好的去练习 但是这个理论和这个方法 是没有问题的 咱们来尝尝它的口感吧 如果你发挥的好的话 它应该就是超越外面 很多炸鸡店的口感 就是外面特别的酥脆 里面又多汁又嫩的感觉 你有没有发现 它这个香料的配比 其实特别特别的少 也就是说 这个比较好的炸鸡 它这个香料一定是锦上添花 但首先一定要突出鸡肉 这个原味这个锦 也就是说 如何让这个鸡肉吃起来更香 更嫩 炸出来更酥脆 但是同时又有一些复合香味的调剂 这才是这个炸鸡的精髓 这个鸡本身就是特别的好吃 就是它蘸不蘸酱料都好吃 它蘸了酱料 就是说又多了另一层风味 总体来言 我个人觉得是挺好吃的 然后你要问我说 哪一个口味最好吃 大哥 累了 真的已经不知道了 今天就这吧 我是剪剪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